6月30号现身桃园机场 这是晴云星最后一次在镜头前公开露面 但坐上飞机人却没回到斐济 晴云星被踢爆 悄悄躲在台北已经三个礼拜 没进外交部上班 还每个月领28万薪水 晴云星思得问题被一路抽丝剥茧 对应立委掌握情资 今年3月日本前驻斐济秘书 黑穿爱子调回日本前几天 晴云星用交际背买了斐济当地品牌的珍珠项链 说笑送给斐济正要的夫人 其实送给了飞闻女友 丑的是买珍珠花的20万 报账单分成4笔 令立委质疑内情不单纯 为什么赶着3月28号才去买这个珍珠 乔包一定要借他 这个打折他 这也算是高招了 就是整个珍珠 其实交解是将近台地20万 要故意把它分4笔 这样的行为其实涉及了 形怀上的伪造文书 跟贪毒罪 我从来没有赠送礼物 给这位日本大使馆的前秘书 那么所有我们在工作需要上 赠送给斐济正要的礼物 原这个外交的惯例 我们在公开场合不适合透露 谢谢 打月亮电话到台湾驻斐济代表处 驻外人员一听到情代表三个字 同样超低调 他回合就已经有打电话 到斐济学给你们嘛 这个部分我们的利益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工作上的事情嘛 我们也不方便在外偷游啊 杜伦练风波停日新 7月15号终于主动请辞助斐济代表 不到一个礼拜 外交部长杨敬天火速批准 因为这个事件造成社会的不良观感 对外交部呢也有造成影响 那么秦代表因此呢 主动提出了辞呈 北极完全尊重我方所做的处理 外交部快刀斩乱麻 秦日新调回台湾站定在部内上班 但职务职等都还在乔 大家有看到哦 他回系列后 就去吉尤千花衬衫 说他要回家了 结果没问题了 我如果家庭就回家了 你知道吗 米在台湾都米三个星期 现在说什么 他就去给他换赤 我给他换赤回来 徐老师 徐医师你有没有消息 我在总统委任职的时候 曾经处理过一个性杀老的案件 我们的处分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有确切的证据 发现说他有性杀老的情势 所以免职 上工程会 当然没有要有申诉 但是工程会还要扒回来 所以你说秘书 秦日新的胃的秘书 所以你说就是免职 就是要招回来 对不对 这人现在在里面 我问你林政党就是要让国务人员都没教议就是 对不对 所以这 这丢 是 不要给他严慌了 你看人家共民党之前这样 所以一概是 这个人你再给他外国 这代表我们台湾在扮外国 要不要去看我们台湾 对不对 所以这丢国家里的人 这当然要回来 最不必要停止接受调查 对不对 然后就说记两句就准帥 第二点 这个外国官如果回来台湾 刚才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说外国的总统来台湾 他要背嘛 所以他要来嘛 还有一种就是反国素质 领化他被寻 这几种情况而已 没有人回来说 亲公家在这里在聘聚 所以说到买一个月 又没回去退聚 当然 我想说这个部分 他用请公家的这个名义 也是违反一般外交的惯例 因为这个人 你如果回来外国 外国说我回来台湾 不是说在家里的睡 你就要回来外国里面上班 他会就说 他准他请公家 这谁纵容他 大家不要忘了 秦日宋是马云九大力提拔的人 马云九提拔的人 你看他整个调查的过程里面 寻思袒护 这个是很明显的 不过他就请公家 要用去其他的所在 在约谈 那就叫回来外交部啊 对不对 所以就要停职接受调查 他有可能说 要严重的事情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他发现他跟这女秘书的事情 他怎么说 没有啦 这扮外交 这很困难 这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 所以他也不要用来我们家啦 如果一个中国 所有女秘书 都可以用来人家 他说这个一个中国真的是很好用 坦白讲啦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借口 那你跑到日本去找他 这个也是一个中国吗 所以你看秦日宋来说话 这是破绽百出啦 那珍珠的事情 我刚刚这个年号有告诉我 我听到的啦 这个 我听说那四颗珍珠啦 我两颗是一样大的啦 一颗比较大一颗比较小 那这个要调查清楚啊 到目前为止 欸 过得过的时间 要买一颗会的时间 有什么外交部 连珍珠一件那简单的事情搞正 就没调到清楚 你知道你是在野党 最大在野党的政策会执行者 是 这个新闻如果没出来 你怎么知道他人在台湾 我不知道 他在教官的 教官的他要回去匪迹 他不是说立法院有嫁来嘛 说回去外交部素质嘛 而且回来也要再上班啊 不是要请公假啊 所以刚刚国勇讲的 真的是没有错啦 马总统在廉政署揭牌的时候 他说让公务委员 不能贪 不敢贪 所以秦日欣这个案子是什么 真贪啦 我其实我是 更好奇就是说 我相信台湾有2,300万人 都因为他在海费寄 对哦 今天这个新闻出来 大家都怕到夭书 真的不闭在台湾 重点就是说 他怎么敢做 他怎么敢嘛 哇 搞不好 今天想要用说 这个董事者是 一个来暗截这件事 但是暗截没掉了 现在已经不是秦日欣 人个人的事 这是外交部的事 你外交部尾心与黑暗截这种事 但是我怀疑哦 秦日欣去韓国后 没得到去火纸 我怀疑你今天听外交部在告 说火纸要尊重我们的处理 我怀疑是火纸要求我们要换人 这是外交大事 我们的代表出这种 我们一定必须出这种 人家在住在国 说你们全派这种人来 我们要接受 是不是那边要求的 所以外交部没得到处理 我当初记者会会会会会 我跟他说 好像没出大书发水 这个人又要回去了 好像没出事了 我走你又迫出来了 又迫出来了 表示什么 外交部对这件事 继续暗截 所以我求求我民进党 你开业的时候 不用再找秦日欣 秦日欣竟是一个 找外交部部长来 问我清楚 如果外交部里面 跟我唱这种 除了 跟我说话说的 放缓缓的问题以外 人家会计到底 现在是发生如何 你一个代表没回去 一定必须到现在 还在台里什么东西 都做三个 就像全人在一边上班 哪有说外交做到这种 特别的呢 你说这种事情 他竟然还敢掩护 不只掩护 还敢说谎 然后瞒着全台湾 2300万人 他的大事是什么做的 请教一下杰弟员